真念 所以我们从这里理解 放下起心动念 那个时候真念就陷进 因为起心动念就是无明 就是一念不久 什么时候呢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也没有踏方此处 没有 时间空间都不存在 假的 时间不存在 没有先后 空间不存在 没有距离 没有大小 这是大乘佛法 所讲到的宇宙 万物 今天科学家 他们研究的结果 跟佛经上讲的 越来越相像 他也这么说了 所以佛教我们放下 他有道理 如果是真的 佛不会让我们放下 实际上他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要是职责就分辨他 你上当了 你迷了 哪一个不迷啊 社伐纪 每一个众生 都是迷惑颠倒 四身法界 比我们强一些 他们知道四是真相 但是没有真的 像我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我们从经本上知道的 不是我们亲证的经济 只要亲证 他就出事发解了 你自己真正见到 诸法设相 你就出事发解了 那见到什么叫见信 诸法设相就是见信 见信就超越是法界 天台家的忠家观三观 三知三观 他都成就 他所证得的位置 就是华严经上的出著 菩萨地位 其实每一个人 所证得的 情深不相同 贵人根性不一样 根立的 一次可以登得好几层 从初诸二诸 三诸四诸 一直就上去了 下根之人 只能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往上提升 从初诸到二诸 二诸到三诸 他是这样提升 你 感谢观看